真正的荒野求生究竟有多难 每天都在完善庇护所 不仅要遭受寒冷与饥饿的折磨 每天就连喘个气都费力 本以为捡到个椰子很幸运 一口喝完后才知道里面已经长满了蛆虫 最后用蚊帐到河里抓鱼 这才勉强吃上了一顿像样的鲫鱼炖汤 要是问我荒野求生难不难 难 真的太难了 柯里是一个荒野求生爱好者 但没有什么野外生活的经验 他还是一名百万粉丝的YouTuber 平时在家喜欢看一些荒野求生节目 仅靠着这一点理论知识 就来到这里荒野挑战 生存评分极有3.9 求生水平算是个生存小菜机 这位妹子叫沙拉 是一名冲浪爱好者 身材线条那是嘎嘎好 平时就喜欢健身运动做瑜伽 YouTube更是有着300万持瓜粉丝 可生存评分极有3.2 野外生存技能几乎为0 为了参加这次荒野挑战 节目组还给两人提前报了个速成班 什么制作陷阱抓野兽 徒手钻木取火 反正能用上的都教了一遍 两人到底学到了多少 就看这次挑战能扛几天了 这些福利给得很到位 妹子的身材很哇塞 男嘉宾也是个大帅逼 肌肉负极杠杠低 比利时的丛林野猴子满山都市 常年下雨气温闷热 白天热出响 晚上冻成狗 火红磷 吸血纹简直数不胜数 被这种苍蝇咬一口 可不是少滴血那么简单 很可能几天后肉里就能长出条大飞虫 尽管条件如此恶劣 丝毫不影响这对年轻男女见面的心情 刚上来柯里就跟妹子画大饼吹牛逼 沙拉也是无论说啥都信 他们各自都带了生存基本工具 柯里带了一番防蚊子和一把大喊刀 而妹子是带了一圈黑胶带 虽然柯里觉得并没什么卵用 可刚开局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根据地图显示 两人要徒步到水源的位置生存 看到涂上印着的蛋白质 柯里扬言要跟妹子搞起头来尝尝 两人沿着小路往前走 路况非常好 可地上巴掌大的猫脚印 让两人后背直冒冷汗 草丛里也处处暗含危险 挤心中的蜡条是这一片地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被他咬一口 别说求生能不能成功了 就连求死他也能一秒答应你 没想到刚进副本 他们就被吓出了一声冷汗 一顿跋涉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片空旷的区域 明显非常适合搭建庇护所 马上抡起大砍刀 开始收集材料 周围的竹子有很多收集起来也不费力 两人决定搭建个悬空庇护所 既能有效防止地上蛇虫鼠蚁 还能避免地上的湿气和寒冷 利用竹子在地上打出四根桩子做成床架 再找来大量棕楼也铺在上面当床垫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夜里 妹子刚想上床准备睡觉 可下一秒 人都还没躺下床就没了 没办法 两人今晚只能睡在草垫上 但是晚上的气温非常寒冷 白天饥饿野外难免 是求生者所遇到的困难之一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两人昨晚被冷了一整晚 妹子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很怕 她怕男队有一时惊虫上脑 把她给霍霍了 今天的首要任务 就是把火搞出来 颗里把竹子钻出一个小孔 然后对着另外一片竹子用力摩擦 只要手速足够快升的火堆 完全没问题 而妹子这边用胶带 给自己做了一件胶带比基尼 一旁的男队员磨到双手都冒烟了 别说火堆了就连火星都没搞出来 最后一用力竹子还直接断了 正式宣告生火失败 带个打火棒它不香吗 非要带什么胶带做比基尼 在我看来这两人简直就是一对奇葩 河里的水并不能直接饮用 他们只能在河边挖个坑来过滤 泥坑能过滤掉水源里的大部分细菌 妹子用竹筒喝胶带做了个饮水杯 装满一杯就直接喝 恶心的口味让柯里憋出了痛苦面具 看到这水的颜色 就知道味道很上头 可没想到水到了妹子的嘴里 她却能喝出可口可乐的感觉 喝完水后的两人饥饿感熄来 也是时候出门找点食物来顶肚子了 这是丛林里的一种棕榈果 他们也不知道这坚果能不能吃 总之收集一大包回去再说 打开里面果肉就跟椰子差不多 吃起来味道还可以 就是口感差了点 抛开事实不谈 这种坚果的卡路里含量是牛肉的五倍 铁粉们要是不饿千万别乱吃 吃完后他们继续晚上庇护所 晚上气温会变得很低 还需要收集大量树叶抵御寒冷 一番操作猛如虎 几个小时后 一间简单又不识优雅的庇护所 就造了出来 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没有火取暖 时间来到夜里 天空下下了大暴雨 幸好今天做好了庇护所 不然估计这两小菜 及今晚都熬不过去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没有火让两人真的很难受 他们不仅要面对寒冷 就连日常喝水都成了问题 柯里只能再次尝试生火 他用刀刮下树皮用来做成麻绳 最后做成公钻 实现了半自动化生火 妹子在一旁看着木凳口呆 而柯里在一旁木棍都要轮卯烟了 可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就连一颗火星都没搞出来 两人的信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没有火又是被冻成狗的一夜 现在两人就连做热身运动都没心情了 他们就这样整整抖了一晚上 时间来到了第四天 冷真的太冷了 即便一直都没生出火 他们也都不愿意放弃 两人一起搞了很久 可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搞出来 最后还把绳子给磨断了 柯里的内心直接蹦塌 来之前信誓旦旦的跟妹子说要吃香喝辣 现在打脸被打得啪啪响 沙拉在一旁也不敢多说一句 早知道自己就不要交代拿个打火棒来了 最终节目组考虑到他们的安全 扑里过来给他们提供打火棒 但柯里却认为这样很丢脸 并不太愿意接受节目组的施舍 有了打火棒这种高科技 只需卡杀几下 两人很快就搞出了火堆来 两人在夜里终于暖和了不少 今夜他们都睡得非常安稳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经过昨晚一夜的休整 两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但唯一不好的就是这里蚊子真的太多了 即便有蚊帐护身都不管用 柯里来到河里洗脚 不料臭脚却引来了一群小鱼 立即拿上蚊帐准备抓几条来尝尝 再拿一个烂叶子当诱饵 没想到这方法还真管用 柯里三两下就抓到了一大把小鱼仔 沙拉得知队友搞到了蛋白质 也是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 把竹筒砍出一个口子 把小鱼仔放进去再加点清水 直接放到火上煮 一口下去嘎嘣脆鸡肉味 抛开事事不谈 这蛋白质还是牛肉的十几倍 妹子最后吃的连鱼汤都没剩 现在他们有了火源 取暖问题算是解决了 但上帝给你开了一扇窗 肯定会把你的门给堵死 夜里火堆引来了大量蚊子和毒虫 原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的两人 现在又要跟蚊子斗智斗勇 今夜庇护所里一直在嗷嗷叫 至于发生了什么 我看不懂 也不敢问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昨晚的蚊子太疯狂了 以至于妹子今天洗涤了一身新皮肤 直到早上他们都仍然在赶蚊子 难 实在太难了 妹子终于忍不住了 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耶稣度留了她不住 颗里听到这话也是一脸毛 人个有之也不好说她什么 最终莎拉生存挑战 仅仅坚持到了第六天 她的退出很遗憾 但也在情理之中 妹子开局到现在 我就没看见她做了什么贡献 要是这都能熬到大街区 估计评论区的大佬们 个个都能熬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现在只剩下颗里继续熬下去 野生蚊子似乎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她决定把庇护所搬离这个是非之地 她找到了一个竹林下 这里看起来很干燥 最重要的是没有蚊子 简单的收集了几根树枝 然后把蚊杖搭在上面 希望这样能挡得住蚊子大军的攻击吧 挑战来到了第七天 颗里在一阵优雅的歌声中缓缓起床 一看这家伙昨晚就睡得很不错 搬了新家后蚊子的困扰已经解决 颗里今天决定到荷里搞失误 在河里她找到了一只福寿螺 但我搞不懂她为什么不多抓几只回去 用竹签把螺肉挑出串起来 野生螺肉含有大量寄生虫 所以一定要保证烤熟了再吃 一口下去嘎嘣脆鸡肉味 螺肉的味道侵袭着嘴里的每一个味蕾 颗里感觉身体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能量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完善庇护所 颗里收集了很多藤蔓和棕榈叶 用来搭建她新家的屋顶 时间来到了夜里 大山里下起了大暴雨 新搭建的庇护所 明显还不具备防水功能 这把颗里直接淋成了落汤鸡 再加上气温骤降 她被冷的牙齿都在打战 难 真的太难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八天 昨晚是颗里这辈子最痛苦的一夜 更糟糕的是火堆都被浇灭 现在的一切她都有重新开始 首要任务是把火堆搞出来 但周围实在是太潮湿了 就算有了打火器 也没办法把火升起来 没有火堆的夜晚 蚊子又发起了总工 数量多到连蚊帐都挡不住 时间来到了第九天 颗粒已经彻底崩溃了 一夜睡不着 还被蚊子咬了一整夜 刚提新皮肤没两天 现在又迎来了升级板 现在又累又饿还很困 幸运的是她在附近捡到了一只椰子 赶紧劈开来一口椰汁尝尝 打开一看 椰子已经烂成了糊糊状 还以为这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 没想到老天爷又给她开了个玩笑 距离挑战极数还有五天时间 这种情况她也不知道还能凹几天 她打算再到附近转转找点食物 没想到刚出门就发现了树上的椰子 虽然很想吃 但徒手根本搞不下来 最后只能看着流口水 颗粒又打算编织个鱼龙抓鱼吃 这是她在求生课里学到的技能 可就要完工的时候 唐曼却断了 这家伙到底遭了什么孽 老天爷要这么残忍地对待她 到了晚上蚊子更加疯狂了 挑战时间来到了11天 连了好几天 颗粒身心疲惫到了极点 晚上还要被蚊子大军吸血 现在真的累到不想动 就连说话都觉得很累 她想了很久最终还是熬不住了 颗粒也无奈地选择了退出 在这次挑战里 颗粒足足受了26磅 荒野求生真的太难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吧